各位觀眾,又是安迪為你介紹新產品的時候 我今天手上拿著這個一桶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便攜式紫外線煞管燈 是一個Panasonic的出品 我們馬上打開來看看 包裝很簡單 其實是有一個USB的充電 還有它本身的燈 這個燈很搞笑,好像一個麥克風 可不可以唱歌 不可以啦 這個燈的功率只有2.5 如果作為一個灑菌燈 UVC的灑菌燈 UVC呢 我也解釋一下UVC是什麼 其實紫外光來說 也有分UVA、UVB和UVC UVC來說 是一個比較強度高的整內線 但是它這個功率這麼低的話 你就不要想著它很短時間可以殺菌 你不要想著一數就可以殺菌 那些是電影或者是拍電視才可能發生的事情 如果它這麼低功率的話 我想你大概要照30至60分鐘 其實才可以殺菌 那記住啦 其實殺菌 它也是有範圍在裡面的 那不是說你放在一個地方 它可以把你周圍所有的菌殺光 它最少是不能穿透一些物件 換言之來說 它只可以把你表面的菌殺了 例如你衣服表面的菌 那譬如如果你衣服很厚 它不可以殺到你衣服裡面 纖維裡面的菌 那 這個產品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夠小 你可以放在哪裡用都可以 它是一個充電的形式去用的 那只需要用這個USD去充 那大概就充不用一個小時 那根據說明書所說 其實它充完之後 大概是可以用到60分鐘的 那可以用兩次 那即是說你用完兩次之後 你就不好意思了 要再充電了 那它的用途 看看你自己家裡需要有什麼範圍 如果我想到的話 就是譬如小朋友 可以放進他們的玩具的箱裡 蓋住它 用來做一個消毒 那又或者你可以放進鞋櫃 鞋盒裡面 消毒一下你的鞋 也都可以的 那 那 但是也有地方需要注意的 就是呢 就不可以開著了之後 你不可以直望它 人體不可以直望它 眼睛不可以直望它 盡量不要照到你自己的皮膚 所以呢 最好都是一個物費的環境 使用這個產品 另外呢 盡量不要照到塑膠的產品 因為呢 如果塑膠的產品 例如 你千萬不要用來消毒口罩 因為呢 口罩是屬於一些 不織布 不織布 都是一些塑膠的產品 照了之後呢 之外光會破壞了它的結構 它會化成成塑膠 那你吸了 其實就會更加傷 你吸了這些塑膠 用肺 那我們一會去看看 我們可以怎樣示範用這個燈呢 好了 那我們現在示範一下其中一個應用 可以怎樣用 那如果我來說呢 我最主要買這個燈呢 是用來給我的鞋櫃 用來做一些消毒的 那例如 現在那個外面 大家都很注重一些消毒的產品的時候 或者你回家之前 你的鞋 你都要說 踩一踩那個消毒地毯 但是你進來之後 其實那個鞋面 其實還有很多細菌 黏住的 那你都想消滅它 那可以怎樣做呢 那你又不想太麻煩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燈的了 那其實這個用法都很簡單 例如我把它放進這個鞋櫃裡面 我只需要把它按住 大概有3秒 那它就亮了 那它亮了 那它亮了之後 那這個UV燈呢 其實它就開始殺菌的動作了 那我們呢 就千萬不要說 用皮膚接觸它 或者是用眼睫望它 那我們其實可以關上這個 那它呢 那它呢 它呢 自己會穿60分鐘之後呢 它自己就會關掉了 那到最後呢 那其實說 你自己想的用途怎樣 你都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 那不一定照著我的方法去用這個燈的 那 那 最後說回這個燈 在哪裡買呢 你要發覺 就算這個是Panasonic的燈 其實它是Panasonic的燈 那 那 那 這個呢 因為是一個 國內的產品 是北京Panasonic出的 那所以呢 可能你要上一個 某寶的網站呢 那你就可以買到的了 那 那價錢方面不貴的 那 大概是百多元的營運費左右 那 你當200元港幣以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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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不知 我沒有一個測裙的東西 去測試它 的 不過你買它之後呢 其實是 一個 那 那 我覺得百多元 有一個紫外燈 其實 它的形狀又不錯 又多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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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Solid有牌子的出品 我覺得可以一試 好了 到最後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這些產品的試用 其實我也有試用了其他產品 你可以留意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Subscribe、Like和Share給朋友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